现在就是物财二号桥正在抢通 海塘台风亦是非常的大 泥沙台风未中断的物财大五部落二号变桥 在接下来的海塘台风还是南陶被冲毁的命运 趁着风雨稍歇 重机具正进行抢通 从30号到31号上午8点 屏东县累积雨量最高超过600毫米 山区也降下超过500毫米 狮子虾衣屯部落不仅爆发土石流 平地地区的临边东港方山等多数地区 再度产遭水淹 而平科大前道路又呈黄河一片 这边要上床要出来 这边的时候 这边的时候大概到这里 这么深喔 那你们不会淹到里面去吗 会怕 墾丁完满洲的台26线风吹沙路段 31号早上因好雨发生严重摊坊 该路段目前一半道路封闭 恒春警方已摆上交通锥 也通报封港公路段处理 建议民众尽量误从该路段通行 接连受到两个台风影响 都已开放通行 中央气象局虽然在 31号上午8点30分解除台风警报 但提醒云林以南等地区 仍需严防好雨 记者歌手屏东采访报道 我们要接触一下 对 好 各位人